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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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和我在一起的还有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全国产品测试和评估中心的防火保护工程师Lisa Scott 女士和核规和实地操作办公室的资深核规官员Justin Jergo 先生 你好 我是Lisa Scott 我是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毅然性测试实验室的资深防火保护工程师 我在我们这一机构工作有20多年了 从2007年起我就一直是床垫亦然性测试团队的主管 我是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合规和实地运作办公室资深合规官员 我在委员会工作有12年了 负责执行CPSC的床垫阻燃规定有6年多了 在美国和使用床垫有关的死亡和受伤的火灾事故 每年平均导致330人死亡 比如根据美国全国由意外火灾引起的火灾死亡 受伤和财产损失评估报告 因床垫引起的火灾是导致在家中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对消费品供应商的安全提示 床垫安全系列视频里 我们首先强调符合美国床垫安全的法律和法规的重要性 美国联邦法典第16卷1632部分 16CFR part 1632 细数关于床垫和床垫的美国联邦规定 第16卷1633部分 16CFR part 1633 则细数了接触到明火的床垫套组的美国联邦规定 我们也希望帮助生产商避免生产可能导致对消费者构成危害的缺陷床垫或不合规床垫的不良设计 在第一集里我们要讲床垫规定覆盖的范围 圆形与合并 保存记录和标签要求 第二集讲1632部分中关于银燃点火测试方法 第三集将1633部分中关于明火点火测试方法 Justin在第一集里提到管辖床垫和床垫垫有两条法规 你能详细讲一下吗 确实,他也提到有两个妆容额规定覆盖和妆容额规定覆盖 正如Justin刚才在我们这一视频系列第一集里提到的 关于床垫产品的阻拦性有两条法规 分别由他们所应对的点火危害类型来决定 1632部分是关于阴南的规定 最普通的阴南点火源是香烟 这一条法规适用于床垫和床垫 但不适用于底座 或者有的时候放在床垫底下的弹簧床架 1632部分应对的是与床垫和床垫乳 因然起火相关的危害 通常来自于掉落的吸烟材料 比如灰烬或者其他非明火来源 1633部分是关于明火的规定 它覆盖不同范围的产品 这一条法规不适用于床垫 但是适用于床垫和床垫套组 床垫底座并不被1632部分包括在内 它只在同于其匹配的床垫一起测试时 被1633部分包括在内 你能不能给我们过一遍测试的布置 当然可以 1632部分法规有几个不同的测试程序 最主要的一个测试程序 对床垫和床垫乳来说是一样的 如果生产商想要更改合格原型的这些组件 还有可选的测试程序 用于床垫布或者替代覆盖织物 或替代交代码边 我们只讲一下主要的步骤 详细请参照法规 以及我们网站上勘载的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指南 所有的床垫样本 在测试前必须经过48小时的调节 这是为了保证被测试的样本 在测试时都有基准温度和湿度条件 我们将床垫从调节时取出后 有10分钟的时间来完成测试准备 然后开始测试 我接下来的第一步是量一量 找出床垫的中线 然后用马克笔画一条中线 在中线的各边分别画上有面罩或光通 接下来的一个步骤是清理床垫的所有表面 我们用吸尘器将所有残留的杂物从床垫表面吸走 并确信表面的每一平方英寸都已清洗干净 我会一直吸啊吸 直到我确信 所有的表面都被吸尘器吸干净 接下来是在有面罩的一边 重新布置先前放上去的第一张面罩 这会儿我就需要两人 帮我的人在床垫的另一边 然后我们做上记号 将面罩沿着线摆放 然后将它塞到床垫底下 接下来我和与我在一起的同事 琢磨在哪个位置放置香烟 对这张床垫来说 它有红缝光滑的和围边三条线 我们于是在光吐一边的上述所说的每个位置上 各自放上三支香烟 然后在有面罩一边的上述所说的每个位置上 也各自放上三支香烟 你看我和我的同事视线是要琢磨计划的 我们将香烟放置在特别的位置上 这就完成了测试布置 下一步是要将香烟点燃 开始测试 我们有一个视频 我一会儿会播放 你能不能示范一下测试是怎么做的 当然可以 我们刚才过了一遍 在实验室是如何为测试布置 吸尘啊 画中心啊等等 我们作为一个团队一起琢磨 如何准备测试的位置 接下来我们准备做测试了 我们在光秃一边的九个位置上 放上香烟 并且在有面罩的一边的九个位置上 也放上香烟 9加9 然后我们点燃香烟 并且要确信香烟都在燃烧 在我们接着要看到的视频里 只有一个位置 但真正的检测 其实在床垫和床入垫表面 总共有18个位置 我们然后点燃香烟 并检查香烟仍然在燃烧 然后我们观察香烟燃烧 整整20到30分钟 那大概是香烟燃烧的时间 我们让香烟燃烧到直至燃尽 然后我们可以看看 接下来是什么情景 次用烟燃烧烧流量洗完了 第一次将电池馅烨烧烈 gå上烧焉烧烧烧 已经放正在消失 在这一视频里 我们看到焖火在继续扩大 还要扩大 直到越过香烟所在部位 那么我们知道这张床点是不会合规的 因为它没有通过测试 我们接着辨别香烟所在位置 然后用尺子量一量 量的时候 我们必须是从原来香烟所在的位置焖火最远点量起 我们有时候使用一支铅笔或其他物品来揣测香烟原来所在的位置 因为显然香烟已燃尽 不在那儿了 这一特别位置没有通过测试 我们测量的尺寸是从香烟原来所在位置的2英寸或者5.1厘米 一般来说 在做1632部分的检测时 某个位置通过检测或者没有通过检测 是显而易见的 只有在很少情况下 我们才需要用尺子去量 以确定到底是2英寸 也就是5.1厘米以下 或者以上 床垫或者床入垫 用什么样的材料 才符合联邦法典16CFR 1632部分呢 还有什么材料会让人担心呢 法规并没有规定 必须用哪种特别的材料 他有一个性能测试 他描述产品应该如何被评估 以及通过和不通过的标准是什么 生产商选择哪种材料 并测试原型 我们注意到纯纤维素材料 比较难以通过测试 而合成材料在测试时 表现通常比较好 但是我们要记住的是 有些产品 就说床垫 这一产品 也必须符合1633部分 有些材料通过了 1632部分 但不通过1633部分 因此有的时候设计 同时符合 这两条法规的床垫 可以说是一个平衡的行为 床垫 只需符合 1632法规 现在大多数床垫 用的是合成填充物 因此很容易通过测试 我听说联邦法典 16CFR1632部分 有一些最新变动 您能解释一下吗 好啊 法规制定的标准点火源 是美国国家标准 与技术研究院 NIST 认证的一种特别相应 NIST 也是美国联邦政府机构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 在2021年 对1632部分做了更新 规定对点火源 或者说 测试香烟做了更新 新的版本 是标准参考材料 SRM 1196已经没有了 标准参考材料 SRM 1196A 您可以在 NIST的网站上购买 因为新版标准参考材料 SRM等同于以前的版本 生产商 和检测实验室 如果有 SRM 1196 库存 他们可以使用其中的任何一个版本来进行检测 但 从这以后 只能从NIST 购买标准 参考材料 SRM 1196A 如果观看我们这些视频系列的生产商 想了解 更多关于联邦法典 16CFR 1632部分 可能会有的变动 您能不能告诉他们 有什么办法去了解呢 Absolutely So the CPSC website cpsc.gov has a mattress information page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 有一个床垫 一栏信息网页 上面有很多相关 话题的连接 其中包括联邦法典 16CFR1632部分 和16CFR1633部分 他还包括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 关于这两项标准的工作人员测试手册 以及历年来 各类与床垫一栏题目相关的演讲 还有一个您可以订阅 床垫最新信息的服务连接 如果有相关题目的最新信息 我们会听过ListServ 向您 发送信息 订阅我们的ListServ 时常访问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网站 是了解 CPSC 床垫一栏规定信息 的最好方式 最后 如果您有问题 欢迎您与我们联系 在第三集里 我们要讲一下1633部分 明火点燃测试方法 欢迎您收看 稳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剧场 也订阅ệt thus far Secretary